只要做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要准备打开我们的最终这个成品 好画面就使用一下 那接下来用我的成品放在这里 2022-0215这个外贸资料 哦不对应该是这个 所以快速点两下打开来 记住哦打开这很简单 所以我会顺便要把资料重新去展入 因为那个资料来源是不对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说 为什么我开一个档案要开那么久 这是还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不过主要是因为他现在他把资料放在他的内存的一个伺服器 这个内存伺服器他不告诉你在什么地方 他是被隐藏起来的 那当你去做Power Query编辑的时候 他会自动连接到这个伺服器里面去取资料 来去做资料的修改 你看这里仪表板是不是很多 请各位想象一下早上我们只有交进口分析 对不对 进口分析完毕之后 当然就是要交出口分析